最好的医疗资源 教育资源 生活配套的属性 全部汇聚于此 天津更迭 和平长青 我们往往把城市的核心 理解为 移动标志型的建筑物 这好像似乎成了 人们的一种习惯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 在每个城市里面 都具备那种 具有这个城市精神的核心区域 某些区域 是代表了它的核心精神 你比如说 我们到了马哈顿 它的上东公园 或者中央公园 或者说它的华尔街 它并不是一栋建筑物 它是一个片区 那么华尔街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世界金融的中心 中央公园代表了什么 那么代表了 全球的富豪和文艺界的 那些精英们的聚集地 回来说我们天津 对于天津来讲 海河永远是我们母亲河 它代表了整个天津的一个形象 但是对于我们老天津而言 我们的老城里 包括我们今天的南京路 它代表了这个616年城市的 历史文化的基点 和它的精英核心所在 说到南京路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很少知道 实际上南京路以前叫枪子河 这原来是一条河 当时是为了防范外来的入侵 那么我们专门修了一条河 所以在南京路的周边 有我们南营门 大营门 营门就是当时的这种 城墙那个大门所在 对 后来由于到了 我们城市建设过程中 60年代 由于市中心 市中心有条河不合适 所以我们把它填了之后 变成了南京路 那么南京路 从枪子河到南京路 它汇聚了这个城市的一个 根本性的变化 由一个卫城 向一个商业城市的转变 由南京路而起 我觉得这代表了 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城市的精华所在 和它的城市的精神文化 这种转变所在 中国的城市都是围绕 叫做一元化的发展的 有些城市叫二元化 就是一个城市有两个核心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市永远是这种 叫做螺旋式的 以一个核心点 然后一层一层的套 所以北京有 二环 三环 四环 五环 六环 那我们天津也是 内环 中环 外环 包括咱们的快速路 它是由环线套集的 那么我们的核心部位 就是和平 而这个神 为什么它成为 一个城市的核心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 各种的优质资源 全部聚集于此 这种城市形态是怎么形成的 这种城市形态 由原来的这些地质国家来形成的 北京的最核心是什么 故宫 是故宫 它是我们的行政和权力的中心 power的所在地 然后它按照它的权力的这种向外的递减的方式 一环一环来的风大 天津 它也一样 所以我们的行政 文化 商业 对外形象 各种的优质资源 全部聚集于此 然后一层层的向外递减 那么我们说到和平 我们可以隶属到我们当年的权力中心 包括我们最好的文化 教育资源 商业配套 行政 甚至医疗 全部汇聚于此 这是这个城市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 在咱们市内六区里面 可能和平又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属和平区的面积最小 面积最小 权重最大 如果我们把它比作金属的话 它一定是属于贵金属 就密度高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和平堵车 当然 因为它的能量大 它自然就会 它的密度就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展的一个情况 关于教育是一个大话题 我们今天天津的城市 由我们原来的一个 北方的最重要的工业城市 清房 电子 化工 后来发展到今天 我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产业优势不在 它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中心城市 它的优质资源是什么 天津拥有我们自己的叫软实力 因为我们在全国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 教育资源 生活配套的属性 包括我们的民风 我们执政的资源 因为我们拥有最好的学校 以及最好的高考前提条件 所以天津能不能办成中国的教育名城 这是我们今天一个提问 良好的高考条件 优质的教育资源 以及低廉的生活成本 难道不能够让天津成为 中国最好的基础教育的这个城区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天津最好的学校在哪 在和平 我们十所的 排前十的小学里面 有六所在和平区 就优质资源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教育条件 以及最严苛的教育制度 都放在中心的地方 教育永远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孩子只有一个 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我愿意用我的全部精力 和愿意用我全部投入 去为我的孩子铺垫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这如此狭小的一个城区里面 有那么多好的学校 对于我们父母来讲 我们的孩子受良好的教育的时间 只有六年的时间 加上初中九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一错就过去 它是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难道它不值得我们为它一搏吗 教育 医疗 以及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三者是我们天津的优势 生活呢 不是一个选择题 有关生活 有关我们每一天的心理状态 有关爱和恨 它不是一个选择题 它实际上就是 我迷上它了 我认同它了 它是一个认同感的问题 我们要对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周边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邻里之间 有一个另外一个判断 就是你对它是否有感情上的认同 我们把这种东西 我们称作叫城市的魅力 每一个地方的魅力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建雅克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里面在谈到了 他说纽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街区 就是狭窄的街道 然后每一条街里面的人都互相都认识 就每一个街道上都有熟悉的眼睛 那比保安还管用 我们生活在这 我们熟悉在这 我觉得不一样 一个城市 一个城区的魅力 在于它的人文的底蕴的基点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可能都愿意谈校友的问题 那我们谈起这个学校的时候 感情是完全不一样 是吧 那么因为我们也是邻居 那我们这个片区里面 出过科学院的院士 那么这个片区的人文底蕴是不一样 城市也一样 比如说我们天津出过很多名人 包括刘欢这样这种名人 非常非常多 他们都是和平出来的 都是你的孩子 未来上学的 都是他的校友 时间 一代一代人的培养 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人文底蕴 这个城市的人文底蕴 不是花花草草 是它曾经发生过什么 曾经出现过什么 曾经在哪个年代 被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记录在人们的脑海和印象中 实际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 人们底蕴很重要 但它真的真的很重要 我们这个邻居是科学院的院士 是南大的教授 梦母三千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有魅力的城市 我们可以翻一翻 它是不是经过到我们的电视剧里面 经过我们电影里面 经过我们的小说里 经过我们的莲花画里 人总要有一个 这一生的心理寄托的问题 生来不返吧 我觉得应该这样来描述 一个城市的魅力 今天在和平里 是目前和平区在售的 唯一的住宅项目 它拥有南京路 拥有天津最好的小学 然后拥有城市的核心地段 周边有各种的商业 以及各种各样的优质配套资源 而目前在和平区 好多年没有出过住宅项目 其他的大约都是商业公寓 这一类的产品 唯一的住宅项目 天津更迭 和平长青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与这个城市共同成长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